嗨,大家好,我是小莫 今天就由我小莫为墨具小学堂第五课来开场 今天要学习的是开门与关门 我们都知道生活中有各式各样的门 有的有门把,有的是球形的喇叭锁 也有的是拉门 那也有像是银行保险库的圆形转盘的门 不一样的门,有不一样的开法 动作也都不一样哦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斑马老师的示范吧 大家好,我是斑马老师 是的,没错,今天要学的课程就是开门与关门 刚刚感谢小莫非常深情的演出 虽然他只有一个头而已 好,刚刚小莫有讲到门有各种门 第一个门就是有门把的门把 就这样开关的,这样开关的 可以看清楚哦,这样开关 以这边为圆形,这样转 看到没有,这样转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一种门,有门把的门 推,要往前跨一步 而且要跨过门槛 关门呢,要按照四分之一圆 门是这样,打开,关起来 打开,关起来 它的距离,这个距离 轴心的距离是一模一样的 半径是一样的,不会改变 所以我们在开门的时候呢 就要注意这一点 诶,跨过来 一样,关回去 有没有,侧面做一件 大家能比较清楚一点 走过来,诶,墙壁 好,不是,这是一个门 开门 好,出去,关门 四分之一圆 你知道吗 这就是第一种 第二种门的表演方式是什么呢 喇叭锁 喇叭锁的表演方式很简单 喇叭锁是一个球嘛 一样,握着球 然后上去握 转 推 跨一步 关门 一样,关门的时候一样是四分之一圆 有没有,这样关门 所以 绝对不要做这件事情 就是 有人开门 喇叭锁你 开门 这样开门了 你以为他开门了吗 是的,他是开了门 但是门只有那么宽 门只有那么宽 那他怎么进去 他就会变成这样 门只有那么窄而已 看到没有 正面在做一次这个错误的示范 看到没有 门就变那么窄 所以门是大的 门是大的 所以打开的时候一定是四分之一圆 跨出去 然后再关起来 一定是这样子 一定是这样子 第三种门 拉门 拉门要不错 拉门 拉门 拉 拉不开 我都拉不开 拉不开 拉不开 拉不开怎么办 没办法 拉 拉 手要抠的 拉 拉 拉不开怎么办 想办法 想想办法 要怎么开 嗯 搞了半天 门是从那边开 不是从这里开 搞什么鬼 哈哈哈哈 太无聊了嘛 就是觉得 从这边开 从这边开 拉 跨出去 脚要有一个动作 再把它拉回来 好 再拉开 这样子 側面做一遍 拉门 打开 跨一步 跨过门槛 再回来 再把它拉回来 然后就结束了 好 接下来第四种门 是什么 第四种门呢 是 银行保险库的那个 圆形转盘 有没有圆形转盘 好 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个小诀窍 两个门 手掌 两个拳头啊 的距离要一模一样 你会觉得 它是在转东西 有没有 转 用力的 转 转不动 转 转 距离要一模一样 转 你就会觉得 在转一个圆形的东西 当然你要转小的也可以 只是这样怪怪的嘛 就是这样怪怪的 大一点 转 转 转 好 这个动作 我们可以衍生做什么 开车 有没有 开车方向盘 开车方向盘 有没有 开车方向盘 这是衍生的动作哦 好 最后一个门要怎么开呢 最后一个门 就是用开的 好 我们先摸 这是一个门 门 门 没有门把 怎么开 没关系 我们这个时候 可以用到这个方式 这样门 这样门 就开了 可以用 开的方式 刚刚讲的这些东西 都是默契的开轮 好 希望今天的课 就对大家都忘记 好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 拜拜 感谢小莫今天的菜 谢谢 拜拜 希望我们下周再见 好 哈哈哈 好